政府去年调整治疗严重或罕见疾病新药的审批机制 多家药厂都表示感到兴趣 医管局会鼓励提供新药给特定患者的药厂 透过新机制在港注册,扩大药物供应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报告 公布一家新药审批机制 即是新药在申请注册的时候 只是需要一个指定地方的药物监管机构注册证明 和本地临床数据等等要求 去年11月生效至到现在 有两种治疗直腸癌的新药物在香港注册 医管局说那两种药 最先经指定患者药物使用的药引入 在香港有限度使用 因应十几个病人使用之后情况有改善 所以邀请药厂经新机制申请注册 目前至少有多两间向指定患者提供新药的药厂 打算以同样方式注册 比如说已经用这种药用了超过一年 而成效也非常好 我们同事都觉得继续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主动和药厂鼓励他们 既然你们有那么多好的临床数据 特别是本地的数据的时候 不如你们就去卫生署申请一家 如果一些好的药能够尽快在香港注册 我们也会尽快引入医管局的药物名册 现在药物注册获应海的指定机构涵盖36个地方 包括内地、南韩、新加坡等等 采购时候参考的数据 会不会追不上欧美的大药厂呢 有时可能一只药对外国人的副作用 和亚洲人或者香港人的副作用是不同 而我们现在比如说如果是多的临床数据 是来自本地或者来自内地 大家都是亚洲人的时候 那变成这个我觉得是对药物的疗效 各方面是更加有保证的 这广告又说正是计划准一步简化引入新药的程序 例如容许药厂同步提交各项文件 压缩最多一半时间 长远希望能够在香港建立第一层的审批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吓晓卿不道